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一起进行美食交流的是浩哲 欢迎浩哲 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有这几类的朋友 一种是特别喜欢吃海鲜的 一种是特别喜欢吃肉的 还有一种特别喜欢吃素食的 但是我给他们讲 我说其实不好 就比如说你吃海鲜 你摄入的蛋白质过量了 我觉得其实对身体是有影响 不均衡各方面 对啊 比如说你光吃素菜不吃肉 我觉得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你说你光摄取植物蛋白 为什么不摄取一些动物蛋白 所以我真的觉得营养应该均衡 那你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海鲜肉还是青菜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简单的海鲜 就是新手都可以做的 那来宴客 新手菜 然后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呢 端上桌宴客 好 那就叫这个新手宴客菜 这道菜的名字叫炒花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材料 炒花阁所需要的原料油 花阁 葱姜蒜 调料是干辣椒 香叶 辣椒酱 蚝油 沙茶酱 老抽 鸡粉 料酒和麻油 选择这个花阁一定要选择最新鲜的 就是你到市场上去挑的时候 尽可能看它的这个触脚 它触脚还在外边的时候 它伸出来那个 你抓它的时候它有一股水会喷出来那种是最好的 对 经常你看我们去市场买这个花阁的时候 飘着飘着蹭一股水 对对对 然后这个 花阁对沿海城市的人来说 就是非常容易买到 而且又便宜 廉价了一道 对 但是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通常是拿来做花阁汤 花阁豆腐汤 因为花阁这类海鲜它是属于清凉的 尤其在炎夏日嘛 我们希望能够呢帮助我们泄火气 但是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呢 如果要吃花阁的话 尽可能的用辣椒或者是那种的水煮辣炒 这样子的话能够综合它的这种寒性 让它变得温和起来 是是是 那今天你的方法是自创的 还是就是借鉴了川菜香菜的这种做法 我是借鉴了炒丁螺的那种川菜的方法来炒花阁 现在没有丁螺我们只能炒花阁 对 因为我普通炒花阁的时候 可能就放一些辣椒啊 或者放一些那个生抽料酒啊 但今天我们做的时候会放一些 这个是沙茶酱 这个是辣椒酱 我们会双酱合并 是自创的吗 其实也是炒丁螺的方法了 只不是用在炒花阁身上 那它出来的味道是不是就是跟你炒丁螺的那种味道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好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浩浙版的炒花阁 对对对 辣炒花阁 现在我们要处理什么 现在其实很简单 这些料已经放在这边 我们主要处理一些爆香的食材就可以了 这个葱姜蒜啊 我觉得任何做海鲜必不可少 你说鱼里边葱姜蒜是少不了的吧 对 然后你做什么这个银啊 还有贝类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蒜呀 是要分两次放进去 怎么讲 就是我们在爆香的时候放一部分 在出锅的时候还要再放一部分 都是要蒜末吗 都是要蒜末 为什么要分两次呢 就是爆香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蒜是出来那个香味的 但是在起锅的时候放一些生的蒜在里边 它会有独特的那个生蒜的那个味道 蒜要分两步 对对对 那行我现在可以开火了吗 可以开火了 这边开火热锅 这些姜末 要姜末 姜末比较容易入味 而且有些朋友如果呢 不喜欢吃这个姜末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成姜块 切大块一点 只要有那个味道就可以了 今天我给大家几乎带来的每道菜 都是有点重口味的 旁边准备了香叶 这个是卤肉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放的一种东西 怎么会想到放到花阁里边呢 它和这个辣椒放在一起的话 都是爆香用的 对 都是出香用的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里边加油了 差不多这么多 一点点 不宜特别多 因为今天花阁的量也不会特别多 那现在已经可以了 你要把这个蒜末和葱白的部分的全部放在锅当中 跟油来进行一个清理的接触 红辣椒放进来 香叶 香叶要拿来炒吗 因为我们今天这道菜太简单了 所有的东西先爆香直接放花盒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不是跟你说吧 新手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就可以把所有的酱料先爆香 先来后倒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辣椒酱 辣椒酱 这个是沙茶酱 辣椒酱和沙茶酱 它们两个混合在一块那种味道是什么样的 蚝油 因为沙茶酱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福建这边的地区的人是很愿意吃沙茶酱这个味道的 对 尤其沙茶面是我们一个特色美食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再给它开大一点 其实这些酱放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盐就省去不用放了 对 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刚才放了辣椒酱 还有沙茶酱还有蚝油 对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把爆香完的酱汁里边下个花椒爆炒 还真的是这样 这个辣椒酱和沙茶酱混合在一块呢 有独特的味道 对 很香 火力稍微给它开大一点 这个时候一定要先把料一起放进去 因为一会儿这个花椒只要一爆口就可以成盘了 现在你看已经它伤开壳了 这个是料酒 刚才放的是 零一些 对 刚才放的是酱油 现在是 香油 香油 嗯 差不多 我们现在就等它壳开了 这道菜就差不多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而且这道菜爆壳的时候 今天记着 我们还留着一部分蒜末呢 这个蒜末的时候是我们关火之后把蒜放上去 让它有出一种生蒜的那个味道 我知道了 就是我们那时候要关火 用鱼温 用鱼温来把这个蒜的香味堆出来 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讲我们有一个豆角生面 也是一样豆角生面好了以后呢我们在上面撒上一层蒜末 用这个鱼温让这个蒜的更出香 是 你看现在锅里的这个 差不多我们这个就开始爆开了 对 然后呢再给它焖一下下 让里边的蛤肉呢充分的吸收你刚才调的这个料汁 对 里面再不需要放什么东西了吗 什么都不需要放 盐呀 还有一些鸡粉可能要放一些 来给它再提点鲜 对 少放一点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放你的这个生蒜了吗 差不多了 等锅都爆开差不多 因为这还有几个壳没爆开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 就是买这个花壳的时候一定要买新鲜的花壳 如果这个花壳不够新鲜的话 它这个壳呢很难张开的 关火 关火焖一下生蒜 让这个生蒜的断生 花壳全部粥张开壳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新手菜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整道菜的烹饪过程 炒花壳所需要的原料有 花壳 葱姜蒜 调料是干辣椒 香叶 辣椒酱 蚝油 沙茶酱 老抽 鸡粉 料酒 和麻油 来看看爆炒花壳究竟是怎样做的 热锅热油 炒香葱姜蒜 干辣椒和香叶 加入辣椒酱 沙茶酱 蚝油 老抽和花壳一起翻炒 接着淋入料酒 麻油 花壳全部开壳后 加入鸡粉 蒜末光火 拌炒均匀即可 花壳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 蛋白质含量高 胺基酸的种类组成及配比合理 脂肪含量低 不饱和脂肪酸较高 亦被人体消化吸收 还有各种维生素和药用成分 含钙 酶 铁 铁 鲜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的确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道的新手菜 也应该是一道快手菜 你如果呢 还是掌握不了这个花壳的这个成熟度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呢 你把料呢 调好了以后 放在一个料理碗当中 花壳炒得差不多了 直接给它浇进去 把料浇上去 对 还有一种方法其实就是 这个就相对来说 入味可能会差一点 就是把花壳事先用开水 先捞开 捞开之后 等口微微张的时候 全捞出来 等我们这个酱料全炒好之后 把它微微张开了花壳进去 让那个汤汁进去肉里边 直接一盛盘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学会的话呢 也可以呢动手做做看 是一道呢 新手菜 也是一道呢 艳客菜 我们在这里呢 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要谢谢浩哲来到节目当中 和大家进行美食交流 和美食分享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